在路面上哪来一个大洞啊 这是在台中市的街头 这路面突然塌陷 有一台乡行车真的好陷 当时就停在那里等红绿灯 差一点点就掉进去 那里来的好大一个洞 乡行车左前方轮胎就这样陷了进去 还好驾驶发现得早 及时跳车就命 你刚起步的时候就 我要左转吗 对 就掉陷下去了 这个直径一公尺 深度超过50公分的洞 出现在台中市向上路和英才路 十字路口红绿灯下方的路面上 别人的大车小车都往前走了 只有他这名驾驶开车过马路 等红绿灯却等到了这好大一个洞 路面出现大坑洞情节就像 这起意外 中国陕西路面塌陷一名少女 就这样掉进去七米深的洞里去 募集现场的司机跳坑救人 场景换到台中市 换乘驾驶跳车自保救命 没有洪天巨场 也没有施工单位 但路面就这样突然塌陷 责任算谁的 中文新闻的廉家庆 张军动台中采访报道